書,多做些正經事某 爹 岳掌 父叔,我來告訴你,百河橋已經落成了 父皇叫你明天去參加啟用大典,你可以嗎? 上次祭長城,都只是他和孟姜去 你這次會叫我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皇上今天好像特別興奮 除了叫你去之外,還有很多臣子他都有叫去 是嗎? 不過,修橋捉路,總是一件好事 我只是覺得,父皇這次起橋,只不過為孟姜而做 那無論如何都好,只求祝福百姓就行了 有事我真的不明白 他決定了的事,沒有人可以勸到他 但偏偏孟姜的說話,他就言聽計從 父叔,我看你對孟姜好像有點偏見似的 博長,為什麼你總是要幫助他呢? 我不是幫助他,而是他提議親的都是好事 竹橋收路不再說了 譬如說,他提議去長城吊祭亡雲 一者可以令死者安息,二來可以安撫百姓 那有什麼不好呢? 父叔,我也很贊成爹的說法 你知道嗎?上次你能夠逃出生天 都是因為孟姜他向父皇求情的 這件事是真的嗎?真的 孟姜姑娘,大公子求見 請他進來吧 大公子 請進來坐 不必客氣,孟姜姑娘 我今天是專誠來替你道歉的 其實我一直沒有散你之心 但當日我心情很壞,很煩 受到很多事困擾 所以私一時衝動再來騷擾你 希望你沒有見怪 大公子,你不必自救 你的情形我很明白 我也知道有很多時候是迫於無奈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經過過這些事 我從來沒有怪過你 你真是大方 其實我一直對你的印象很好 可惜我和父皇發生了衝突 你真是受到人疏擺,所以才這麼糊塗 現在自己的想法都覺得很慚愧 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只要以後大家能夠明白 互相諒解就行了 父皇 皇上 你繼續談吧,就不妨礙你們 父皇 父皇 我今天是專誠來和萬江姑娘道歉的 我說的話已經說完了 是呀,這才是 父皇 第二,你應該多抽點時間 來和萬江姑娘聊天 臣葉告退 好 好 萬江,朕帶你去一個地方 你來吧 這裡除了衛遼李師和我一個好朋友 正端之外,就沒有其他人進來 這裡的一切都是朕親手所建造的 好 萬江,你來吧 這裡就是秦國未統一天下 所佔的地方只有這麼多 大經鎮歷練來的艱苦奮鬥 始終可以並吞六國統一天下 現在全天下都是歸我大從所有 我會繼續努力的 萬江,你們看看 我的萬美長城 在他喜好之時 北邊的兇奴 對我大場再不會有威脅 他們只可以在關外面生活 而我就養精出銳 盛著他們兵躍勢掛 大舉出擊 將他們趕離關外 這樣關外數以百萬的地方 就歸我大巡所有 萬江,你起來 你知不知 明天就是霸河喜好之人 我已經叫了文武百官去參加他的體用典禮 到時我想向他們宣布 宣布你為妃子 怎麼了?你不喜歡嗎? 你不喜歡,我可以叫他們不要參加 不是,不是,既然皇上已經下旨 那就任由他 既然你不介意,那就最好了 我可以照原定計劃進行 在我和你成婚之後 再次出遊 我和你出遊萬美長城 你說好嗎? 好啊 好,我要在長城附近 建立我們的行功 只是讓我和你使用 你說建在哪裡好呢? 萬江 你幹甚麼? 我有點不太舒服 我想總點休息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現在沒甚麼事 我自己就可以了 那好吧 反正我都要留在這裡 看看行功建在哪裡 是啊,皇上不用擔心 我先行告退了 你最快點 香港是你在哪裡 你… 我不是在哪裡 啊 我肯定打得到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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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